爹爹在这边的机器似的要过来的 有个老板拖起来说是没粉丝还得给他修的 好吧,你去过台哈,我们拖去修 好,过去 Hello,大家好,我是林果儿 这是我爹爹在家收到的一个粉丝送来的发电机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粉丝是谁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不怀好意 看这个机器,弄成这样了已经 还有这个盒子,还有铁丝绑的 这些配件也没有了 我看这粉丝泡不是想考验我的技术 是想看我出丑的吧 既然拿来了,那我就给他弄好,看看 看这个转子都已经扫疼了,这分明就是外壳已经烂了,还在用嘛 你们看这个发电机是扫疼的,这两边是有竹片 中间就没有了,全部瘫痪了 这个发电机它一旦扫疼的话,它一定是漏电的 漏电的话它就不会出电,所以必须得换那个铜心线 我还以为我可以装一点铜心线 万万没想到,竟然是铜心的 看这个白色的就是铜心线 看来修这个机器是真的亏大了 机器我已经拆完了,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 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除除锈 机器我已经除好锈了,接下来我就开始下线了 Dai, 你就要再放在一起 我已经不用了,打开动了 再放它,再放一盏 你再放一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杏聪明 电筋已经绕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处理破损的后盖 盖天冠 盖天冠 甩 Hahn 多芝士 炊慢 把一些水裡蓋成這樣 把油放在底上 把油炸出來 把油炸出來 放入牛油 不太容易 还不太容易 这个外壳我已经弄好了,接下来就开始弄接线盒 这线盒我已经弄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喷清 接下来就好了 marquee 鋼 一分钟 鸡蛋 卵 鶡蛋 我已经弄好了,接下来我用柴油机试一下 我用柴油机试一下 这个机器我刚刚试了一下,电力还不错 然后这个外壳我弄的也还可以用 因为这个放电机太久没有用了 我刚刚用电瓶锭了一下子 接下来我就要送回家里去 然后给老板自己来我家里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